我接下来想问妈妈一个问题 于欢身上有什么 你最放心不下的缺点和不足 她还是很单纯 跟我不是报喜不报忧 然后让我最感触的有一年 她在广州 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吃饺子 把那吴义总发了个视频 你知道吗 她是在吃方明面 大年三十 那个时候就是 作为母亲的心都碎了 真是我是哭着过的那个年 你提起儿子受苦 你看看我都不忍心问下去了 但是于欢接下来我再问你 你自己认为 你性格上最大的不足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太稳重 吃过亏吗 有在2014年的时候 因为做这个我们这个行业 当时赚了一些钱 我第二天我就去找场地 投资开一个武术培训班 头一天晚上有的想法 第二天就去找场地了 第二天就去 然后第三天就租下来了 你这个行动派也太果断 这事你跟媳妇商量了吗 商量了 她不同意 我这个人还是挺自信的 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选的方向是没错的 所以有时候 我却想去做出一个选择 是拉不住我的 然后当时就把自己身上赚的钱 我妈给我的钱 朋友借的钱 我老婆的钱 全亏进去了 这件事情让我反省到自己 不是说你会武术 就可以开武术培训班 对于营销 管理各个方面都不行 而且就是店面的选址 整个一个东西都不行 除了自己回武术之外 什么都没有 来吧 今天余欢 要找的是一个策划师 或自媒体演员的岗位 你这期望薪酬是一万三 是吗 对 这个我得问你一下 你最近的一份工作是三万八 你现在这个是一万三 差得挺大的 因为那个是属于项目承包形式的 然后给我这么多钱 这也不是说稳定天天都有的 其实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过来找工作 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 从去年开始 我这个行业 生意就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即使一个月十几二厂 并没有多少钱 十几二厂也就是说 一两万块钱的客单价 或者四五万块钱的客单价 然后除去这个成本之外 毛利率其实除去公司开销 干嘛的就没有太多了 我觉得是我自身的一个能力 格局各个方面都有问题 才导致做企业做到这一步 所以我需要提升 也希望机会和平台 行 希望企业家 能够给你一个 重新再出发的机会 来吧 十二位企业家 接下来请大家做出选择 还剩下三盏灯 谢谢大家